我之前就是一直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买 但是今天之后就不同了 我就觉得我自己有方法有渠道可以买金 金真的最保值我觉得 那平时赚了些钱买什么 赚的钱啊 我觉得我赚的钱通常都是用来吃东西 那次我说过囚务也很满意 很满意啊 所以说他们实力真的很红厚 六位数字 六位数字 疫情之下都觉得拍摄 是呀 我觉得很难得 而且在疫情之下 他们都好像丢了很多在广告里 可能的散播都会比较大 那接下来过几日生日 会不会想定如何庆祝 想定如何庆祝 其实我每年生日都是跟朋友 或者跟家人吃饭 正一就是一定跟家人吃饭的了 不知道其他 你知道生日那个月都会不停地吃饭 不知道吃很多生日蛋糕 但眼罪令有没有影响你和朋友的兵足 有啊有啊有啊 就是好像星期五开始是四个人 是的 那现在就我跟家人吃饭 都是想着在家可能打火鍋 这样 其他朋友全部都是约两个 或者是四个 没有多过四个了 已经 那就变成分散了吗 所以就是要吃多很多次饭 这样 追求者呢 都有 最近可能少一点 为什么呢 疫情关系 很难 疫情关系都比较少 少出街 少了多少 少了多少 真是计不了 但是 计不了 就是之前很多 那不是 其实真的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不过就 疫情的关系 那你更加会少了出去 可能认识新朋友 这样 伤心急 是不是之前分手了吗 哦 很久了 真的 我都单身了三年多了 我觉得今次广告商找我 其实都是想点燃起我这个 潜藏在心底的恨嫁的心 因为还没爆发出来的 但是今次我刚才经过这个展厅的时候 哇 很残忍 突然间觉得其实都挺好 都可以想想 到时可以带一些漂亮的金色 你是不是想着 以后我老公一双双禁 亦不娶你 哇 我都不敢拍摄这个画面 但是如果好像我刚才进来那一刻 那么金光闪闪的话 都 想起来都是一个 每一世都很安乐 想起来都觉得 这一刻挺难忘的 选择未来的 那个一定要有金 做一个挑战 其实 你说对时选择伴侣的话 就真的我暂时没有一个标准 真的 我只是希望 但最好就是三观可以比较一致 这样 我希望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人大都不能感觉 我认为 我认为 第二个人 不许多 我们的